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核弦都是G核弦EMCD就是四个核弦来为重复 好 下面我们主要来看我们的右手 好 我们现在来看右手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教材资料 打开我们的32颗上面给大家列举了很多条的我们的练习 那么我们选择渐进从简单的开始先看第一条练习 第一条练习大家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标记的 特出标记的就是有一个六弦与一弦在一条竖线上的 这样的意思是它要同时弹响 在我们的教材资料资料我已经给大家做了标记 是同时弹响 怎么同时弹响呢 比如说六弦跟一弦 然后呢就是同时弹响 对 就是同时弹响的意思 那么每一小就一个一换和弦 给大家在上面都已经详细的标记了 那么第一个练习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看不懂能看明白就弹看不明白再看我的示范 第一个练习是 好再吃饭一下 其实它就是六三二三 然后六一同时弹响 同时 然后再三二三 六三二三 还一按摩 同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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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二三四 同时 对 这就是第一条练习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条 第二条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个音 给大家示范一下 再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是六三二三 同时 三 然后一二同时弹响再三 六三 二三 同时 三 双一 三 好再文本资料 教材资料已经给大家标记了 那么这都是漫弹的 比较 其实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下一条 我们再下一条 有很多的歌不适合这样的 那么就是适合这样的 又第一条 鹰 六三 二一 二三 二三 路三 二一 二三 二三 路三 二一 二三 二三 四 你 你 好,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它的节奏就是 这样的伴奏呢 其实有很多歌都会用到像灰姑娘啊 什么这些太多太多的 都是这样的伴奏 那么现在我们也了解了 这几个分解的伴奏 那么多练习 我们在后面的歌中呢 再给大家变换一些弹奏 下一首歌呢 我们学习的是传奇 王菲的传奇 其实我更喜欢说是李健的传奇 因为是李健写的 在传奇这首歌呢 又给大家跟之前的歌的单调的伴奏 有了一点点的改变 加入了一点点的成分 当然还是很触及的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着急 慢慢的我们的弹奏会越来越丰富的 我们下一节课见